這位嫌犯坐計程車過來 停在租車行門口 計程車上坐著逃犯 便一行進開車攔阻 眼見大事不妙 穿藍色衣服的嫌犯 往後狂奔 四五個人追上去 把他撂倒 沒想到他情緒激動 拿出身上折疊刀 往脖子胸部猛化 碰得一聲金方對空鳴槍 用腳踢掉刀鞋 嚇到了 可是我們還不知道是台中那一個 後來是因為救護車來了 在那個看到那裡 因為他是這裡有整個包起來 台中監獄重刑犯陳寬和 衣服染血躺在地上 奄奄一襲 送醫後住進加護病房 現在狀況穩定 送回到中國赴儀介護 陳寬和逃亡二十小時落網 十七號傍晚從中國赴儀離開 又到殯儀館偷了貨車 再把病人刨換成襯衫 最後汽車逃往桃園中壢 途中南投苗栗四地南北逃窄 換了六次以上小黃製造斷電 還向三名親友借了十萬元跑路 除了購買衣服鞋子變裝五次以上 甚至刻意買帽子遮擋禿頭 依舊逃不過警方追捕回去乖乖服刑 記者臉兵李雲傑 台中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